北京故宫博物馆近期有多个与香港合作的项目 其中中大为了庆祝创校60周年 密密馆首次全宿外借镇馆之宝宋代碑帖 与故宫珍藏同床展出 有着北京记者陈卓康带大家看看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熙之的《难停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宋代不少名家都曾经临冒 相关的碑帖作品分散在各地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 中大文物馆为了庆祝今年中大创校60周年 与北京故宫博物馆合办展览 首次全宿外借镇馆之宝送代碑帖给对方 连同北京故宫自己的相关珍藏一共40幅 星期六起在故宫展出 除了难停序的托本 展览焦点之一是这幅西俄华山妙碑 原碑已经失存 只是剩下4套托本全世界 当中故宫收藏的华阴本 与中大的纯德本刊有同场展出 秘帖如果已经将它发表在图录 或者在网上找到的资料里面 其实它也很难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 但当它真的可以在文华电里面 这个展览厅里面 放在它们旁边左右的话 那个分别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出来 由它们所踏的物色 还有有些不同字的版本 不同的字 它们什么时候去到有点磨灭了 或者清晰度等等 这些真的要透过实物近距来接触 才可以看到的 故宫博物院院长黄毓东 以及中大校长段崇智支持的时候 希望透过展览促进两地文物互鉴 传承祝华文化 除了中大 故宫和香港在多方面都有合作 中标馆旁边的建筑 改建成故宫文创香港空间 今年7月开幕 慶祝香港回归26周年 占地80平方米 是故宫里面首个以地域命名的主题空间 展出霓虹灯招牌 并售卖港式奶茶小食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纪念品等 香港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之处 它产生了非常多 既有中国文化很深的元素 又在世界上能够有共同的认知 语言审美的很多很多好的设计 故宫是我们中华文化的 一个非常典范的代表 它融会了大量的中华文化的 这个经典的符号 所以我们也希望香港的这个企业 设计产品等等很多 能够真正的能够进染入这个故宫的文化 负责人又说 在故宫里面进行装修工程 要克服不少挑战 包括不可以改动既有的木建筑结构 安装屏幕等电子装置 也都要符合严格的防火要求 无事年事驻北京记者陈卓康无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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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